大家好我是新鴻 今天朋友小妹来上班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发货了 那要是出意外呢 那就可能还得发两千 昨天我小妹直播是最后一天接单 现在我们就等着货来看啥样 能不能给全 给全今年就全发走 给不全 明天还得来 昨天我直播的时候 有朋友就说你们停的比较早 我今年确实是 往年我们说反正是到小年 好像是 主要现在快递时效也不太薄 咱也怕过年之前大家收不到 所以也就这样了 昨天来的时候吧 我这里面还有点货 今天就更惨了 几乎都已经空了 烤肉酱烧烤串料全都没有了 这边粉条是厂家给我挤出来的货 就像这些了宽粉 还有粉丝也没有了 今年也是卖的最空的一年 但是不是说我们姐俩不干了 开年的时候 能发货还得进货呀 这妈也不赖了嘛 关键厂家他也给不上货 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啊 就这个大冷天 我小妹这小垫驴子又骑上了 我没有交通通绿啊 一直靠我这俩腿 那我不着急 那已经骑他了 路上有没有病啊 脖子脸呗 哈哈哈哈 这我还带了点东西来的 认识它是啥吗 那个叫啥了的 反正跟我手机壳是一个系列的 翘翘告诉我的 对 骷髅最喜欢的 然后这个是萌萌最喜欢的 玉柜狗 给翘翘的这俩是 都是翘翘的 上回的过程的时候 我不是送给他一个 那库乐米的吗 嗯 完了后来翘翘跟我说 他还喜欢一位狗 萌萌喜欢一位狗 但是他说 他也喜欢 我就行 又给他买一套 这个其实早就到了 但是你们家都养了 没办法你们送 这我给他带过去 就老开心了 嗯 其实我小妹的心 是特别细的 比我还细 你就比如那个时候 给孩子们买棉花糖鸡 然后还有就是孩子喜欢这种东西 他都很细心 像我呢 我只知道 我姑娘喜欢草莓熊 就一个劲买草莓熊 你还知道你姑娘喜欢吃 两箱泡菜已经到货 还有这么多米酒 完了 芭比够了 人家厂家今天给的货楼全了 结果我没订钱 开始配货 这些货全打完了 现在就等快点小哥来取价了 然后今天我小妹等食物了 忘定算天还过了 所以明天我们家还得来 对不起你 你别的 你这怕的 这关键是还能发走 也行 也没事 接下来熟识蛋挡 还行 没灶的很乱 把空箱拿回去 明天开始催催的 结果发现了 我刚才回来就不如你心情 那么多酸甜黄 我竟然能给忘了 我也有这样的行 没事的 锻炼锻炼 接下来以后就莫全解释了 快点小哥来取价了 现在是下午一点多 我能有个小小的要求吗 说 给自己煮一道防灰面 煮吧 这一年呢 这么快就结束了 万分感慨 又涨了些 尤其是我 本来打算说是 12月中旬的时候 跟小姐们出去聚一下 没聚上 元旦行赠 回娘家一起聚聚 吃顿饺子 也没吃上 一个羊给你干倒了 怕得给你们报个平安 目前为止没羊啊 我现在是在 4强 过年才是决赛 嗯 希望你能进去 那个决赛得看我用什么形式来 接受的 有可能个被窝里爬窝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